2017年Moonspace满星云集团企业汇报会 日前在吉隆坡成功时代广场会议中心举行 并且邀请了接近300名高级领导出席 这也是Moonspace首次对受邀的高级领导进行的企业汇报会 汇报会当天的其中一项重点 就是Moonspace集团在去年购入Advance TC公司股份 为集团在科技领域开辟新篇章 我们是预算在今年内我们会达到35万亿 net profit Malaysia 在科技领域还包括了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云进家园项目 所以我们往生之后留下来的应该是我们的精神是最重要的 对吧 我们在我们这一世的精神是比起我们的身体的器官是更加重要 其他重点汇报当然也包括了与中国索福集团合作 除了推出系列居家健康用品 未来在全中国还会开设2000家居家健康交流中心 另外还包括了岸外银行的设立 岸外银行的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资金的转流会比起在当地的银行来得方便 农业项目 同时也包括了电子商务 医疗保健 美容 饮食 房地产 教育 以及电影娱乐等各大领域 在汇报会当天也宣布 集团正式入股 Apollo Go & Energy Inc.成为最大股东 受邀出席汇报会的高级领导和会员 都表示对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充满信心 给予我们很大的信心 继续支持公司 因为公司接下来的project会走得更远更强大 能看到很多东西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对公司发展的前景来说 也比较看好 要么自己本身也有发展农业 所以我对他的农业蛮有兴趣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少运动 所以我听到这个运动诊所的时候 我就觉得比较有兴趣 来到这里来 觉得没有白来 应该是满载而归吧 应该是这样这么说 我作为Monspace的会员来讲 我是最兴奋的 我就觉得特别是自豪的 随着集团业务发展的日趋多元化 相信在2017年 Monspace也将继续大展拳脚 将业务遍布世界各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